就是让你挖钩 工作就不一样了 工作就是非常严格 他是老板 我是员工 工作完以后 请我吃饭 然后教他汉语 用汉语说话 然后那就是完全一种朋友的状态 你看现场有这么多观众 还有孩子 电视机前也有很多观众 也有孩子 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告诉他 人不分三六九等 也没有高低规见 该干活的时候都干活 来 李东华 帮我把这个椅子搬着 搬到什么地方 搬着走一圈的时候 走一圈 体验一下 摆好 摆到什么位置 还是刚才那个位置 左一点 这样 动脑筋做事 这样 差不多吧 再来一点 行了吧 行 您好 先坐 这又怎么样呢 他还是奥运冠军 对吧 我觉得帮助我们洗刷一下脑子里那些旧的想法 好像人只能干什么 好像人只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 你已经帮助大家在洗刷这些旧的想法了 一个人年龄大了 有了三次重大的伤病 他要退出体操了 但你选择没有退出 在瑞士的训练是个什么样 当时在瑞士 就大部分是一个人孤独的训练 在空旷的体育馆里面 当时因为还担心 也受伤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就后来买了摄像机 买了电话 就是当时90年代中期 买了手机 就是当时自己拿摄像机来拍自己的动作 拍完以后 然后自己把它倒回去 然后看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然后再自己再提高 然后再拍 这是李东华当时的日记 他有一句话这么写的 我们这些具有无限精神的人 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 几乎可以这样说 最优秀的人物 都是通过痛苦而得到欢乐的 后面还画了一个横道 写着贝多芬 你看这一页写着 崔健一无所有这首歌 这个崔健的一无所有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把它和你的体操揉在一起 没有当时80年代中期的时候 第一次听崔健的那种歌 就感觉一种力量感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非常喜欢他的音乐 他的歌 我能猜出来你为什么喜欢一无所有 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你就是一无所有 当时怎么说呢 从头再来 是怀着一个很强的一个梦想 觉得自己通过自己奋斗 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一些 崔健帮助了他 崔健还会继续帮助他 掌声欢迎崔健 崔健喜欢体操吗 说实话 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做 喜欢体育吗 喜欢体育 哪个项目你比较喜欢 游泳 游泳是吧 自己也擅长 是吧 李东华的故事你肯定听过多少遍了 你怎么看这么一个男人 我是在2002年的时候 去瑞士的时候 2001年的时候 去 对 我才是 我先知道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欧英冠军的情况下 然后他才发现他这个 实际上他真正感动我 并不是一个冠军 并不是一个冠军 而是他的生活本身的这个 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 这种感动我 他一开始他就是 这个爱情故事 感动我 然后再加上他最后成功的故事 所以他 我觉得欧英冠军好像只是一个媒介 让我们直接认识了而已 说什么事我们从这儿说起 对 但是他不是最重要的事 对 对 他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可能他那心里边 他也有摇滚精神 就是我认为他是 实际上他就是 他就是做摇滚的话 一定能做得很好 实际上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他有了这个个性 他做什么都能做成功 他要是 他如果要是做摇滚的话 那就是他后上来了 应该先采访崔健了 还有人是他榜样的 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 巨制坚 这是日本的一个体操英雄 我们小的时候就非常崇拜他 我印象非常深 看转播的时候 他那个牙都没有几颗 撞掉了 不是新链的时候撞掉了 他得冠军的时候 全能冠军的时候也 28 28岁 29岁 28岁 是不是在你拿冠军之前 记者坚是得这个体操金牌 年龄最大的选手 当时他是 他是84年 洛杉矶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对 我觉得他鼓励了你 对他送给我一本书 因为他的这本书 对我印象很大 当时也 比如他写的一些句子 对我今后在训练当中 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都起到很多积极的作用 对 后来这个瑞士体操 我觉得就推动的 特别快 越来越重视体操 对 每个体育项目都一样 一旦有选手拿世界级的金牌 他对整个体育的促进 都会起到很大作用 崔健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因为他唱了摇滚 所以年轻人都觉得唱摇滚 比唱美声好 实际上美声也挺难唱的 在八十年的中期 第一次听崔健的音乐的时候 就一种震撼吧 就是感觉就是那种 对人的那种内心的那种表达吧 对这个一种力量的感觉 所以就非常喜欢崔健的音乐 崔健的这个 特别歌词 很多非常的能够 对自己的追求吧 这个 有很多促进做过 崔健你喜欢他 可能因为他真实 我知道你最烦假的东西 比如说唱歌的假唱 你就特别烦 像他们安马比赛 做假是非常难的 所以你喜欢他 但是我想知道 比如唱摇滚的人 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条件 什么样的人才能唱摇滚 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门槛 不是 他不应该讲 还是什么条件吗 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 说话声音很小行吗 唱歌声音不小就可以 李东华今天一晚上 就是轻声细语 是吧 声音特别小 所以我很难想象 他怎么会喜欢崔健的歌 崔健的声音很大的 要不然你唱一下崔健的歌 我们听 我曾经吻歌不朽 你和 我确实在家也练崔健的歌 是不是就换一个人看的 不是我不明白 但是崔健面前的话 会紧张的发抖 你这样 我有办法 你站在前头 你根本看不到他 这样就放心了 就可以唱两句 放开了唱两句 真的唱 那我唱一段 你唱一段吗 唱哪个 一无所有 行 我曾经吻歌不朽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少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